你是一個什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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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好 好到我非常困擾 大家都知道 像你們這樣 一群好人 是不會無緣無故說自己我是好人 而那些壞人 是從來永遠 絕對以後 都不會認自己是壞人的 所以如果有個人 在台上站到這麼高 說要做一個清醒的人 很明顯 這個人 是有點古怪 所以你要清醒 其實你們清醒 我真的不知道 也不要這麼執著 不過大家在這個地方 過去的一段時間 我可以肯定你們是一個 跌倒過的人 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全部人 整天都跌倒的 如果大家選擇 留在這裡 繼續掙扎 繼續奮鬥 大家都明白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 我們將會繼續 跌倒無數的多次 在每一次我跌倒的時候 在我腦裡 就有聲音跟我說 在哪裏跌倒 在哪裏 在哪裏站起來 說那個人 真是有型的爆 因為他真的 未真正地跌倒過 一個真正跌倒過的人 就知道 要起來真的不容易 如果我是踩屎跌倒的 如果我是踩屎跌倒的 要在那裏站起來 那我就又再踩屎了 真是認得爆 為何在哪裏跌倒 為何不可以在那裏跌倒 為何不可以在那裏跌倒 在那裏跌倒 在那裏跌倒 為何我們不可以跌倒之後 坐在地上休息一下 想清楚 或者我們跌倒呢 或者我們爬呢 都可以的 最重要 我們有朋友 我們有同路人 我們有戰友 跌倒的時候 跟他說一句 可不可以扶我啊 可以扶我這番聲嗎 接下來一段日子 我們還要很艱難地走下去 所以你要明白 一個道理就是 在那裏跌倒 不一定要站起來 這個大道理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由 生活 學習起 下次 你在這條街 你在家裡 你在公司 跌倒東西 試一下 不要 有請我們 今晚的嘉賓 侯哥 許燕 你要是 你在家裡